而在新闻的最后要告诉大家 在7月23号到28号 在花莲市六旗重画区 会有一场传统 祭天祭祖的大盛会 届时也欢迎大众 共襄盛举 有中华民主中山盛业 天下围攻事业大同总部协会 协同的合办单位 道家万玄先中 三清道院总院 花莲美轮龙凤峰公 天地日月临界公 白金蜜股份有限公司 古林山纷争南方造重事 中华道统和谐发展总会 从7月23号到28号 在六旗重画区办理的 中华民主道统治国 五千年道卖传承 弘扬文化天地人和 光耀世界祭天祭祖大盛会 祭天法祖 缅怀效法 古圣先师的伟大精神 就由祭天祭祖大典 传承又浪的民主道统文化 代代相传 那因为这次的法会是为了呢 两岸和平 那么第三次的世界大弹不要发生 核子弹不要发生 台湾的地震跟海啸不要发生 疫情能够减轻 给台湾能够祈福 所以来做这次的法会 我们准备了将近九个月 那在华人是因为今年是兔年 疫兔东森 疫兔东森呢就要在这里呢 要在华人东方呢 要在这里呢 洋药我们的中华民族的五千年的道路文化 所以我们全力以赴呢 来这个华人呢 办这一场呢 祭天大典 那这次啊 祭天大典完全都是我们自己的智慧 就是我们中山政业总部 还有几个呢 啊 那协办单位呢 共同出钱出力的 也没有跟先政府请款 也没有补助款 什么都没有 是我们自己掏腰包来做 为了这次呢 给我们的台湾呢 能够会更好 所以我们来办这次呢 祭天祭祖的大省会 这已经在五百多年前 失传了 今天重新再来议演一次 这只是议演哦 真的祭天比这个还庞大 这是议演的 这个是十分之一 所以今天能够在这里 也感谢花园的先政府的协助 所以这里的很大的功劳 是我们的前院长呢 王津敏院长的 真的出了很大的力量 很大的功劳 我很感恩他 也感恩呢 啊 先政府呢 我们的县长 很给我们配合 先政府很多官员给我们配合 才有今天这么一个场面 希望呢 花园人呢 能够多多来参观 这个我们私团的 国际性的 私团的 已经有 啊 将近要 五百多人的一个历史 在记者后面的区块 尾设到光芒 弘扬天地人财政 发展中华传统文化活动 命理中西医 以及议诊等等 邀请乡亲一起来参与 让中华文化 真正传扬世界 祈求世界能够平安 两岸五干戈 天下能够太平 记得 欢迎欢迎 无论 对吧 我看见 对吧 好 好 对吧 感谢观看